有的人说他觉得自己 比如说觉得自己黑白分明 饥饿如愁 而且非常正义 这样是不是算 也算是就是把善恶分得很清楚 这样也容易产生 撑狠心增加业障 要看的呀 你如果的境界只是到护法神 你这个是对的呀 你是对的呀 你是这个人正义感十足呀 但是你要做菩萨的话 你就要变成慈悲了呀 慈悲你就不要把善恶分得太清楚 你把善恶一见看成都是缘分了呀 那境界不一样 那你当然理解力也不一样了 哲学们就是讲这个呀 你不同的角度看不同的问题 就是哲学呀 你是菩萨 你是佛 你当然带着带的是慈悲看世界了 你今天是护法神 你就带着饥饿如愁看世界呀 对不对呀 你如果今天是人 你根本看不出什么叫恶 什么叫善了 我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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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